大多數的偏頭痛都是在年紀年輕、青春期至五十多歲之前出現 女性是比較多 其實在社會裏面有百分之十至十二個百分比的朋友都有偏頭痛的情況 他們很多時候都會知道一個特定的頭痛 有四分三的人可能她的頭痛是沒有預感的 而有另外四分一的朋友是有預感 那些預感通常都是眼睛見到閃光 她可能會見到一個好像的煙頭燙到一張白紙上 慢慢就散開去 中間的視野就是會很蒙 旁邊就是會滿天星斗的情況 然後隨之以來就是一個中度至嚴重的頭痛 很多時候頭痛她都會告訴她是好像默薄一樣 嘴嘴嘴嘴嘴 或者好像一個錘子一下一下打下去 然後加上都會有作嘔 人很不舒服 需要去休息、睡覺 她們會希望在一個比較寧靜 和沒有那麼乾的環境 休息會幫到她 當然有很多朋友都會用止筒藥幫自己 那這個就是有一個預感的偏頭痛 另外四分三的朋友就是沒有突然的這些閃光的預感 她一開始就是一個頭痛的情況 那除了閃光 也有些人是有一邊的麻痺 正如我剛才所說的偏頭痛很多時候都是一邊的 她可以在左邊或者右邊 甚至有時候會演變成兩邊 但大部份時間都是一邊的情況出現 而有些預感 除了是眼睛看東西不清楚的預感之外 她也會有一些手麻痺 那些可能會類似好像一些中風的情況 再嚴重一點的那些就是說話說話不清楚 或者是半生不遂 那些就會跟中風很需要馬上去分開 因為治療的情況就不同了 如果那個偏頭痛的情況已經是長期有出現 也都沒有改變到痛楚的頻率 沒有說嚴重痛多了很多 那這個多數都是只是一個偏頭痛 但是凡事都有第一次的 很多時候剛剛病發的時候 我們都要排除會不會是一些計畫性的頭痛 或者甚至是其他一些原發性的頭痛 計畫性的頭痛就是說什麼呢 譬如是有感染 最普遍的可能甚至是一些上呼吸道的感染 一些鼻煙的感染 另外就是大家都會很擔心的 就是會不會有腫瘤 會不會有血管瘤 因為突然其來的頭痛 通常都是一個血管的問題 特別是如果人生一直都沒有頭痛 第一次一個很嚴重的頭痛 甚至到眼睛很痛 沒有試過 那都是要立刻去求醫 和去排除一個結構性的問題